好,现在各位有没有看到我的画面啊? 有,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确认一下你的图层 是不是在实现这个图层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就先 从正视图 右侧视图 跟上视图 这三个框框开始 那所谓的框框啊 就是说,我们从正视图看过去的时候 它的总宽跟总高是多少 从右侧视图看过去的时候 它的总宽跟总高又是多少 像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开始来做 第一个,我们先请各位用射线 来画两条基准线 所谓的两条基准线指的就是说 我们 用射线呢 画出这两条基准线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三式图就是 以这两条基准线作为基础 这边跟这边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把这一条 跟这条画起来先 用的是射线 射线的快速键是什么 射线是ray 忘记的话 笔记本记一下 在绘制的下拉斯功能表 你就会看到这个按钮 各位有没有看到射线呢 等一下请各位选这个指令 快速键就是ray 再按一下enter就可以了 好,那我现在把这个射线的按钮 按一下以后 随便找个地方当出发点 点一下 水平方向拉出来 再拉到垂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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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两条就够了 按enter结束 好,我在这边等各位 来各位,先让这两条开始 一切就从这两条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两条当做基准 现在呢 我们先从正式图开始 从正式图的框框 来,各位请你看一下 那么呢 不管你量的 有没有跟我一样 都没关系 以你量的做基准 像我量起来的话呢 正式图的宽度是55min 55min 好,那我们就量 我们就用偏移 同学,偏移的快速键是什么 忘记的话要记住 因为这很重要 偏移的快速键是O 用O都可以画图 尤其是绘图指令 跟修改指令 尽量用快速键比较快 好,那如果忘记了 请你选这一个 偏移,看到了吗 好,那我们的快速键O 再按一下enter 好,请各位注意看我做了 因为我量起来是55min 所以我打上55 enter一下以后呢 选到它 选完之后呢 我要在右边掌,对不对 所以你滑鼠一定要移到右边来 这样子 诶,老师没有啊 不是没有 是我的画面拉太近了 你看到线没有跑出来 你先不要惊慌 你的滚轮啊 稍微的往前滚往后滚 看看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有这样 不要这个了解 好,所以呢 第一个55 是不是起来了 同学请问 我现在 有没有离开偏移的指令 还没有离开哦 为什么 因为我的滑鼠 还是呈现框框的状态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请你看一下黑板 我们竟然用就要用它的 偏移 它有很多的优点 各位请看 现在呢 我这条线有了 这条线有了 我利用偏移呢 过来 我量 量55嘛 所以我就过来 这边一条线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呢 这是正式图的宽度 等一下呢 还有一个 就是测试图的宽度 对不对 好 同学注意 那正式图 跟测试图 中间的这个距离呢 一般来讲 我们自己自定一下就可以了 等一下呢 我们就抓10mini 了解了哈 好 所以呢 我现在已经画到这条线了 我现在呢 要继续往下推进10 这样懂事了吗 所以呢 各位请注意看我怎么做了 来 好 我再做一遍 我从头到尾再做一遍 请注意看 这两条线有了以后 我们用偏移 O Enter一下以后 给它55 是我量的距离 Enter一下 它就等着我要选东西了 对不对 把锤子的这条线点一下 点完以后 你的滑鼠就会变十字 你就把你的滑鼠往右 拉到右边 找个地方 这样子 它就长一条过来了 有没有 这个距离就是55 对不对 好啊继续哦 继续哈 再选到这条 先选到它哦 点一下以后 再往右边拉 对不对 往右边拉的时候 先不要在右边点哦 往右边拉就好 让它知道要长过去的方向 同学 这个时候 有没有发现 它那个55是仿白的 代表 我这个时候 可以打上新的距离给它 嗯 听懂吗 所以它现在在仿白哦 我打上10 有没有看到 是打上去了 打完字 一定要怎么样 Enter 对 记得按Enter哦 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 我打上10 按Enter 它就自动帮我怎么样 就定下来了 这样会不会 这样懂不懂 这样画图才会快啊 哦 那 接下来 我再看一下我的测试图 我的右测试图 我量了一下呢 我的右测试图是40的宽 好 好同学 你现在再看一次哦 我40是怎么样起来的哦 我现在要画这条线给你看哦 来 注意看 当我做好这条10已经在这里了 继续哦 继续哦 选到这条线 点一下 点到之后呢 方向先往右拉 拉过来就好 你不要点哦 拉过来就好 让它知道涨的方向 你看 什么东西 我知道啊 哦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再打多少 40 按个Enter 这样会了吗 没问题了哦 如果都ok了 最后再按Enter 这样了解了哦 好 那么呢 各位呢 基本上 这些偏移呢 各位都用过哦 那我们只是告诉各位 它的用法 你不要呢 每次用完一段就结束 但太可惜了 它其实可以做好几段 甚至于连这边的高度 你也可以顺便起来 这样会了哦 好 那麻烦各位 先把正式图跟右正式 我先放到这里 等一下 你放到这里之后 就先不要动 等我一下 因为我要顺便跟各位讲 接下来你要怎么画 来 交给各位